曾经在土木堡事变之后,历晚狂澜拯救明朝的明代宗朱祁玉,为何会成为明朝唯一一个无法葬入皇陵的皇帝呢? 明朝从开国皇帝朱元璋,一直到最后一位皇帝崇祯,一共有16位皇帝。 既然有16位皇帝,那为何北京的明十三陵当中,却只葬了13位明朝皇帝呢? 这其实是因为,在明成祖朱弟迁都北京之前,前面的朱元璋和朱允文都没有埋在北京这边。 朱元璋去世的时候,明朝的首都还在南京,所以朱元璋本人也埋在了南京紫荆山上。 至于朱允文,因为最后下落不明,所以自然也就没有陵墓了。 而从朱弟迁都北京之后,后面的明朝皇帝才开始埋葬在北京的皇陵里面。 不过,有趣的是,自朱弟之后的14位明朝皇帝当中,有一位皇帝没有葬入明朝皇陵, 但这位皇帝,却不是明朝最后的崇祯皇帝。 崇祯去世之后,攻入北京的李自成,还真没难为这位有骨气的末代皇帝。 不但将他葬入了皇陵,甚至还公开为崇祯搭设临棚,允许大家去祭奠崇祯。 所以,唯一没有葬入明朝皇陵的皇帝,并不是末代皇帝, 而是明朝中期的明代宗朱祁钰。 作为一位王朝中期的皇帝,为何连皇陵都进不去呢? 这事儿可就说来话长了。 朱祁钰是明宣宗朱瞻基的次子,从辈分上来说,也就是朱帝的重孙子。 按照中国古代的宗法继承制,作为次子,朱祁钰原本是没有任何机会成为皇帝的。 而明朝的皇位,只能由他的大哥朱祁针来继承。 所以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不管是朱祁钰本人,还是当时的明朝高层, 对此也没有任何意义。 大家对于朱祁钰的定位,就是一个普通的闲散王爷而已。 而明宣宗去世后,朱祁针登基的时候,也没有任何波折, 很顺利地就继承了皇位。 对此,朱祁钰本人也没什么意见。 朱祁钰和自己的那个皇帝大哥朱祁针,从小一起长大。 两人虽然不是一个妈生的,但感情一直都比较好。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,两人一生本该是兄有弟公的关系。 逢年过节,朱祁钰去给自己的皇帝大哥拜个年,关系还不错。 但是,所有的这一切,在公元1449年的这一年,彻底改变了。 这一年,朱祁针不顾群臣反对,亲自率领大军出赛,亲征瓦拉。 要说皇帝亲自出征这件事,原本也是一件挺给力的事情。 但问题是,朱祁针的这次出征,只是一腔热血,本人根本不会指挥军队,指挥添乱。 所以最终,朱祁针麾下的二十万明军精锐,被数万瓦拉军队打得全军覆没。 就连朱祁针本人,都成了瓦拉人的俘虏。 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土木堡事变。 这一下,明朝这边彻底慌了。 要知道,当时的明朝,国力其实相当雄厚。 而朱祁针率领的那二十万明军,更是当年朱祁一手训练出来的精锐。 在中国历史上,之前还从未有过大一统朝代,处于巅峰期的时候,皇帝被人家给俘虏的先例。 随着朱祁针被俘,明朝高层也不得不开始思考两个问题。 第一,朱祁针既然被俘,那接下来要不要再拥立一个皇帝? 如果要拥立的话,到底又该拥立谁呢? 第二,因为土木堡事变当中,朱祁针把北方最精锐的二十万精锐,全都输得干干净净。 北京附近的军事力量,瞬间跌入谷底。 瓦拉人的进攻,更是近在眼前。 面对瓦拉人的进攻,明朝政府到底是选择依托北京的牢固城防进行抵抗? 还是直接迁都,将首都迁往南方呢? 这两个问题,从本质上来说,其实是一个问题,都关系到明朝对瓦拉人的态度。 经过仔细的商讨之后,明朝最后决定选择另立新地,并且依托北京就地对瓦拉进行反击。 于是,历史上著名的北京保卫战,就此打响了。 不过,在阻击瓦拉人之前,还有一个小问题。 既然要拥立皇帝,那到底该拥立谁呢? 从法理上来说,朱祁镇既然退位,那接下来就该由太子或者朱祁镇的长子继位。 但问题是,当时朱祁镇所立的太子,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。 正所谓主少国仪,在这个关键的时刻,换一个小皇帝上去,显然不利于明军抵抗瓦拉。 所以最终,当时的皇太后孙氏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,可以先拥立朱祁玉的弟弟朱祁镇作为新的皇帝。 但同时,朱祁镇将来去世之后,不可以立自己的儿子做皇帝,只能让朱祁玉的太子接班。 这个办法,在当时那种特殊环境下,无疑是最好的解决办法。 对此,大家也没什么意义。 朱祁镇也就此从一个闲散王爷,变成了大明的第七位皇帝。 在之后,在大明军民团结一致的保卫下,瓦拉人最后被击退,北京城被守住了。 客观来说,朱祁镇在这场北京保卫战当中,作用其实更近似于一个吉祥物。 作为一个闲散王爷,朱祁镇之前其实没有学习过任何帝王之术,对带兵打仗更是一窍不通。 真正发挥关键作用,指挥明军作战的其实是当时的兵部尚书于谦。 但不管怎么说,朱祁镇当时以皇帝的身份,站了出来,作为名义上的领导者,领导了这场北京保卫战。 所以,说朱祁镇力挽狂澜,直接避免了明朝成为南宋那样的江南政权,是一点都没问题的。 而且,从一个皇帝的角度来说,有时候不瞎指挥,已经是很大的贡献了。 而且,在击退了瓦剌之后,朱祁镇更是开始清除朝中奸命,任用于谦等忠臣良将,不但修复了明朝边防,重新组建起一支强大的金师军队,还对励志、经济等诸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良。 客观来说,朱祁镇在位期间,未必算得上是千古明君,但肯定算是一个好皇帝。 如果单凭朱祁镇的功劳来说,葬入皇陵,肯定是一点问题都没有。 就算有人无法葬入皇陵,那也应该是他那个被俘虏的倒霉哥哥才对。 但问题是,接下来的几年里,先后发生了一系列阴差阳错的事件,最终导致朱祁镇被硬生生挤出了皇帝圈子。 就在北京保卫战结束一年多以后,那位已经被瓦拉人俘虏的朱祁镇。 竟然被瓦拉人给放回来了。 瓦拉人之所以会释放朱祁镇,原因其实很简单,那就是朱祁镇没用了。 在之前的一年当中,瓦拉人曾多次以朱祁镇为筹码,向明朝索要各种好处。 但结果,明朝人连一个铜板都不愿意给瓦拉。 恼羞成怒的瓦拉,本想过干脆直接撕票算了。 但最后,瓦拉还是觉得直接放朱祁镇回国,和朱祁玉争夺皇位,对瓦拉更有利一些。 于是,就这样,已经被俘虏一年多的朱祁镇奇迹般地再次回到了北京。 不过,对于瓦拉人的这个计策,明朝高层自然也是看得一清二楚。 所以,朱祁镇回到北京之后,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,更不可能复位做皇帝了。 朱祁镇回来以后,直接被朱祁玉关进了深宫,并且彻底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。 而随着朱祁镇回京,朱祁玉的心思也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 最开始登基的时候,朱祁玉的自我感觉也只拿自己当一个凑数的。 但是,随着做皇帝的时间越来越长,朱祁玉也感受到了权力的美好。 自然不愿意把皇位再还给哥哥,更不愿意把皇位传给哥哥的儿子。 尤其是在朱祁镇回来以后,虽然被囚禁在深宫之中,朱祁玉也感受到了哥哥的威胁,自然更想尽力去消除所有的隐患。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,后来,朱祁玉不顾所有人的反对,强行违背自己之前的诺言,废掉了大哥朱祁镇的儿子,改立自己的儿子做太子。 但讽刺的是,没过两年,朱祁玉的儿子,却偏偏生病夭折了。 在之后,直到朱祁玉去世,朱祁玉膝下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儿子。 公元1457年,刚刚年满30岁的朱祁玉忽然病重。 此时的朱祁玉偏偏又没有儿子,后继无人。 从法理上来说,在这种情况下,一旦朱祁玉去世,极为的只能是他的哥哥或者他哥哥的儿子。 就在朱祁玉临危之际,有几个大臣忽然带人闯进深宫,把那个已经被囚禁多年的朱祁镇,重新迎了出来,再次推上了皇位。 这件事,后世史称夺门之变。 夺门之变发生以后,朱祁镇再次复位,成了明朝的皇帝。 但如此一来,朱祁玉的存在,就显得非常尴尬了。 不久之后,朱祁玉去世,而朱祁玉去世之后,朱祁镇为了自己皇位的合法性。 只能将朱祁玉的皇位称号废除,贬为成王。 并且下诏指斥,朱祁玉不孝,不惕,不仁,不义,会得张文,神人共愤,说,朱祁玉渐月抢夺了自己的皇位。 不得不说,朱祁镇的脸皮,真的是很厚。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朱祁玉去世之后,并不是以皇帝的身份下葬,而是以亲王的身份下葬。 既然只是亲王身份,那自然无法再葬入皇陵了。 所以,明朝的皇陵当中,自然也就只有十三位皇帝。 而朱祁玉之后的几位明朝皇帝,因为都是朱祁镇的子孙,为了自己皇位的合法性,自然也没谁会去给朱祁玉翻案。 直到崇祯皇帝自尽,历史进入到南明时期以后,南明皇帝才恢复了朱祁玉的皇帝称号,并且给朱祁玉追加了明代宗的妙号。 但此时的北京,早已不在南明政权的手里,自然也就无法给朱祁玉的皇陵,恢复皇帝的应有规格了。 纵观朱祁玉和朱祁镇兄弟之间的故事,我们不难发现,这对兄弟的悲剧,其实完全来自于权力。 如果不是因为权力的纷争,这对兄弟本来可以非常和睦,胸有敌功。 但正是为了争夺权力,他们反倒是连兄弟都做不成了。 所以说,权力这东西,有时候也未必就像看起来那么美好。 如果落在承受不住权力的人手里,也未必就是什么幸运的事情。 有关朱祁玉的故事,我们就讲到这里。 如果大家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,欢迎点赞关注。 我是妖火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